大家好,我这是传说中的深山哥 这一期我们来谈养生 说到养生啊,很多人都以为是中老年人的事情 那些五六十岁的,其实不养 养生这个话题的话呢 应该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应该保养起来 比如像已经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就开开,开始注意了 然后的话,你从这个时候开始保养它 往后的一个距离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老去 你说要等你到了五十六十岁的时候 你再开始保养它 人的模样就再也变回年轻的时候了 就打个最简单的 比方说,林志颖跟郭德纲 两位老前辈去年的时候 我才听到他们说是同龄人 林志颖跟郭德纲 那差别就太大了 你说要老郭在年轻像林志颖这样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除非有铃铛妙药,或者鲜铛出现 或者华卓在世 那你可说可能有这个奇迹 基本上能够保养得好的像吴吉隆 郭富城等等这些人都能够 不是说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特别的注重 说到保养 我记得前几期我在做一期养生节目的时候 说怎么样用枸杞泡酒泡茶 然后把我的节目发送到了B站 B站可能有些人不了解 我大概说一下 B站就是那些年轻人平均年龄在17岁的上嫌网站 然后被骂得狗血淋头 骂了三天三夜 说什么 你这个臭无药莲的 你这个老流氓 怎么跑到我们B站来发这种视频 搞得我都不知所测 算了吧 反正发了发了 你们喜欢看也好 跟那些十几岁的说 差不多十几岁的少年 说养生可能他们不太喜欢啊 好 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呢 因为的话 这一期我要告诉大家的话 怎么样保养 或者说怎么样才能达到最好的状态呢 如果说起来 很多人会说是像何酒啊 林志宁啊 林志宁啊 吴京龙啊 这些都算是保养的比较好的了 可是真正会保养的 我现在告诉你 你就会知道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大家看这张同学 这个人可能很多也不认识 80号 90号 可能都有也不认识 他就说00号更加不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以前很著名的歌王 废青老先生 为什么说他老先生呢 因为他现在已经62岁高龄了 而且他保养 看上去也就40岁这样子 保养他好吧 所以通过多方面的了解和网络上的收集资料 我前面已经说了 保养一定要从年轻开始 不要到等你老了 4050岁了 已经再也回不了那个青春年龄段的时候 再去保养 你看 分音轻20岁就开始泡枸杞喝茶了 要的话怎么样做面膜 怎么样去按摩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时候 一系列的这些保养过程都有的准备 好了 这一期我们的脱口秀就做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咯 再见 无有抒情张力 今有网红 真三哥 哈哈哈哈